OK 大家好 我是Ryo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 就是明天的黃金蘋果大獎 大家的任務帽子 沒想到既天照後 又有一件古董時裝出現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頂完全沒加能力的帽子 為什麼一度漲到萬元價格 而它又有什麼功能 之前又是怎麼取得的 OK 那麼就 Let's go 風之谷交易群 風借平台等你加入 趕緊點擊影片下方的資訊欄連結來加入喔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大家的任務帽應該是風之谷唯一一個 有互動性的實裝 沒有錯 它並不是一頂 戴在頭上好看而已的帽子 而是可以給其他玩家接任務的 不過與其說是接任務不如說是領獎勵啦 因為只需要直接點擊燈泡 就能隨意獲得一項獎勵 並不用完成任何要求 只不過每隻角色每天只能領取一次就是了 就我幾次的嘗試 基本上可以拿到的東西就是 純白卷 巨大藥水 超級藥水 還有最最最重要的經驗籃卷 不過我不清楚是不是我運氣特別差 我接了二十幾隻才拿到這麼一次籃卷 但有兩位朋友都是一隻就接到籃卷了 雖然我真的手機比較差 而且比較有趣的是 你只要看這個任務帽的對話框 就可以知道會拿到什麼東西了 雖然也改變不了什麼就是了 比較特別的是 這點能夠讓人成為MPC的實裝 並不是從時尚相獲得的 而是2015年的 Halloween福袋的A級獎勵之一 其中還有一些萬聖氣氛的實裝獎勵 至於福袋價格的話 第一輪10個是99點 第二輪5個是39點 第三輪5個是29點 然後第三輪只會拿到B或A級獎勵 題外話 那個時候還能抽到實鐵 就我插到價格來看 前一兩個月都還有1萬到1萬5之間的價格 詢問一些朋友後普遍成交價格大概落在1萬2左右 不過自從蘋果的消息出來後 目前愛區只剩4000多塊的價格 只是不知道正式推出後價格會落在哪邊就是了 我覺得橘子好像有意把曾經的有價值的道具 慢慢的重新推出販售 或許是希望增加買氣 或許是單純不知道放什麼獎品好 上次李歐維有討論過黃金蘋果的機制問題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這部影片 因為我也還不清楚這次的機率如何 但價格的下降對於多數玩家來說確實不是壞事 畢竟可以用更少的錢買到喜歡的道具 不過對於持有的玩家來說 可能販售價格就有影響就是了 不過我還是更希望橘子能針對蘋果的機制改善 絕對會比放一些酷東西更能影響買氣就是了 不曉得你們是怎麼看的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 好 那麼以上就是接下來黃金蘋果大獎 大家的任務帽子的簡單介紹 因為這次蘋果的機率是多少我還不知道 所以沒辦法告訴大家值不值得去抽 但理由我應該會抽 只不過要提醒大家一下 除了這個任務帽之外 其他的小獎都沒什麼價格 包含精靈罪式之前也是跌到千元以內 留得目前期限比較短的也是700塊有找 如果練功有需要的話 直接買來用沙漏延長 一定比自己抽一個60千的划算很多 更別提只能看泳裝的色色眼睛 和毫無意義的表公偷窺眼睛了 所以要不要抽就看自己吧 OK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 點讚這部分享 留言告訴大家幫我追蹤一下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